欢迎大家收看天遇财经skyfinance 加成献踢八华尔街 我是孙柏文 这几天有只股票 不要说这几天 这三个交易日 对上三个交易日 有只股票就升了五成多 那是什么股票呢 就是一只叫做Nidaku Nidaku 其实我也不知道怎么读它 是日文来的 Nidaku 股票编号就是1245 它是最主要做日本弹珠的 如果大家有看 很听话 在我每集最终的时候 叫大家订阅我们的YouTube 和finance channel的话 我相信大家应该有看过 我在二月底有一段 讲日本赌业的影片 当中我就很简单 讲过日本赌业会比澳门 甚至比澳门几倍 原因就是如果只是说弹珠 近乎是日本唯一一个合法的赌博途径 如果你是说那些一拨又一拨打的那些 不是赌马 不是赌其他竞赛的东西 那弹珠基本上是唯一一个 在这些情况下 这三月不知道为什么呢 日本这些弹珠公司在香港 都有不少的升幅 Nidaku本身是1245 香港另一间的上一集也有提及过 就是Dynam 6889 我给Dynam的股价走势头看看 也有升幅的 所以今天要再跟大家讲一下 因为大家可能会说 原来我真的可以拍完这些短片就发达了 因为我12月尾已经开始讲日本赌业 如果我当时部署的话就发达了 其实那时候因为在12月 日本国会通过了这个赌博法例 就是赌博合法法 开始要计划 究竟日本引进这个赌场的时候 这两只股票 一会大升特升的 我再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股价走势图 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觉得是神经病的 实际没有一撇 白痴 就是澳门啊 前2002年就是之前的赌牌到期 在2000还是2001年开始谈赌牌开放 到2004年才开到第一间赌场 非澳博以外的赌场 那就是金沙 在港澳码头旁边的金沙 就是说的是三四年后之后 现在炒定了白痴 还要分手乱惹 那怎么也好 我都要讲一讲日本赌业 而在那一集里面最后 我是讲过这句话 我觉得日本赌博业的投注额 是否可以很害怕 不过大家都是现在已经做好部署 OK 好啦 那你当然说 哎呀 是会赚不到钱的 因为我叫大家不要部署 其实最主要原因就是 因为香港今天没有方法去赌日本赌业 OK 那你当然会说 咦不是呀 这家Ninaku好像有些材料到 我首先讲这家Ninaku 这家Ninaku 有没有人推介 那我看到苹果日报也有个谷歌叫做FyFy姐的 FyFy姐他呢 其实我不知道是阶哥 我也不知道是阶哥 可能是阶哥 但FyFy他就说日本赌业会很厉害 即是跟我讲的论调一样 即是我讲的 所以买Ninaku 他纯粹是说Ninaku底薄 因为另一家Dynam也是做弹珠 Dynam的市仗率 即是他每股的资产正值 比起股价 就是股价比每股资产正值 一点几倍 那Ninaku就是他每股的资产正值 其实是便宜 他的资产每股的资产是比股价多 那你用低价买的股价 理论上可以多买很多资产 那这个世界是没有死财的 如果你觉得 也没所谓 这些市仗不市仗 市仰不市仰都倒了概念 我只是这么说 Ninaku是不可能取得倒牌的 不可能的 为什么呢 首先他一家只有14亿市仗的公司 14亿啊 我告诉你现在是澳门最大的银鱼 新豪国际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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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知道这些会不会过去日本想尝试拿刀牌 不大鱼 就是有余这些这么大重磅的公司 我想到日本也被人打走 他们又没有做开这些弹珠公司 是不是在日本做一些倒业 老实实 我知道你知道大家都知道 日本人也知道 日本人你知道的啦 他们是一种很要面 我又不是虚偽啦 不过他们要一种形象 比一切重要的嘛 帐面上弹珠其实很像电子游戏机 只是拿来娱乐 不应该是赢到钱的 赢钱是你拿弹珠去哪里 然后换回钱 换回钱 换回现金 拿弹珠去换回 你赢了很多赚珠之后 拿去换回现金那一刻 其实理论上就是日本人觉得 这个不是一件好事来的 所以我自家 我都可以在2017年的3月底跟大家说 但珠公司我觉得 是没可能得到赌牌的 根据日本官方的解释 如果你说是这样的情况之下 那应该买什么呢 是不是买回银鱼呢 今天有新闻 又说是很积极进取地 研究拿这个日本赌牌 那我作为日本政府的话 我开放赌牌做什么呢 如果我是开放赌牌 想纯粹多些税收的话 那我就在想 那我究竟向日本国民抽这笔钱好 还是向外国人 那我就再想 如果向外国人的话 其实我放在哪里不要紧 最重要是跟机场而已 机场只要够大 日本有很多机场 日本这么多年来 做了这么白痴的基建计划 周围都起到机场 周围都有机场的 那我当然会放在经济不好的地方 那如果我再想 我自己来不来都会去九州 隔几年一次去九州 那我去到九州的时候 我看到很多这样的酒店 是由1990年开始 基本上都没有起过新的 就是他们泡沫经济爆破之后 他们的资本性投资 除了政府做的之外 例如公园、政府大厦、马路、球场之外 没有的了 办公室大厦没有 商场没有 而酒店已经去到一间酒店 你看到外观 很八九九九年代 应该是用最好的质料 去建计出来之后 到今时今日 可能到凌晨12点 你打到全家酒店 只剩下一个工作室 因为根本没有人在这里住 所以从这些角度来说 就算你要买下去 你要买下去一间公司 在这里拨打他拿到牌 其实不是应该买下去 那些弹珠公司 而因为他们不断说 他们叫他IRIR IR是什么呢 IR就是Integrated Resort 综合的度假村 如果你说综合度假村的话 我宁愿买下去一些 在日本最大 就是白营扮开酒店的公司 例如说这个O字头那家 我给了一张 但我不懂读 日本名字我真的不懂读 这家之间的维基爆科 当时他吃了这个日行爆破之后 日行旗下扮酒店的那间分公司 就卖给他了 我宁愿买这些公司 即是走去日本买这些公司 的直播率绝对高 过买一间弹珠公司 在香港 所以我也是那句 如果你真的赌日本 未有概念赌日本赌牌 开放 我宁愿买日本酒店 我都不买这个香港上市的 日本弹珠公司 还有 又有另一间弹珠公司 好像想来香港上市 其实当这么多弹珠公司 想来香港上市的时候 第一已经可以说给你们知道 它为什么不是在日本上市 其实是不是因为日本人 都觉得他们这班人 不是黑社会控制 因为他基本上赢了弹珠 回来换钱 这个行为 是怎么说 Polite society 就是那些乖乖的人不做的 当然一定是一些流民做 黑社会做 甚至有人说是北韩政府控制 日本弹珠生意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如果还在香港上市 第一 他一本东京就上不了市 第二件事 或者他上市 随其是香港容易一点 因为没有这种包袱 第二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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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他上得来的话 其实上来香港上市 集资也好 配新股的集资也好 把旧股卖给你套现也好 每一次上市 其实都可以觉得他是一个 想脱身的 还有很多前景 怎么会想脱身呢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大家小心 我就不信了 我不觉得这家Niaku 14亿市值公司 可以在日本取得他们的赌牌 而如果你真的买的话 真的可以炒的话 Good luck 输了就没人会可怜你 本节目是由天鱼财经 Sky Finance独家的呈献 想知道明天我说 哪一只股票你买了 输了钱没人会可怜你 Subscribe to我们的YouTube 和Pacebook page 多谢大家观看 Goodbye